哈喽 哈喽 那我们今天 这是Victoria 那我们应该要看哪里 对我们应该要看这个镜头才是对的 对那我是YL 那我先来讲一下我现在好了 那B计划就是买房 那我已经买到了 那现在也都已经顺便出租了 所以B计划算是 完成 对但是其实它可以ungoing 因为我们可以继续 可以继续再买下一间 没有了 市美可以再买下一间了 但是我们不会这么快 对那所以这是B计划 那然后C计划就是二宝 那这个也还在努力中 那所以 所以就祝我好运吧 Victoria 你要不要 OK 谢谢怡荣今天让我来她直播间完 然后我是Victoria 我是怡荣的邻居 真的就是邻居 走路三分钟以内就会到 然后其实我今天顺便来工商 就是 赫骨是我的品牌 然后它其实是一个养生药膳类 在英国当地的品牌 然后就是希望说 我们可以照顾在海外的 不管是女生朋友 或者是之后生完宝宝 或者是一般的养生都可以找我们 就是我们除了有月子药膳以外 然后现在 现在比较火红的是我们的 南非国宝茶 然后里面是有加 黄旗跟红枣然后对于武器非常好 好了我工商结束了啦 好结束了 对 好那 那我讲一下我们今天就是 我们等一下会有几个 就是第一个部分我会讲 现在的英国房式更新 这个是我每次直播都有的部分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 就是我会分享一下 我是怎么从十年前开始当房东到现在 我为什么开课 那这一路上的心路历程 然后再来第三个部分就是我会请Vittoria 她是我的第一个学生 所以我们会请Vittoria分享一下她的上课心 那这个是大概今天的直播流程 好 那我们要先开始进入第一part最重要的今天的干货区 方式更新 好那现在呢 就是上次英国央行没有加息 所以现在的利率还是5.2 我们还没有看到降息 但是也一样就是还是在相对高昂的利率 所以现在依旧是买方市场 就是说你买方可以选的比较多 那因为利率这么高的原因 那因为利率这么高的原因 买方市场还会在持续一段时间 那就是平均来说房价预期也 也会是在稍微下降的 对这个是目前可能短期三到六个月之内预测 那在这个情况下 如果说你是自住 假设你现在是有租房成本的 你不是住在爸妈家 不用钱的 你是有租房成本 那自住我是觉得你还是可以看房 因为在买方市场的时候 你可以选择变多了 你可以选择变多 那然后而且你也更有溢价空间 所以只要你 就是你如果觉得你的 买房的贷款和租房相比起来 是你可以负担的话 现在一样是进场的时候 OK因为你原来房东你已经入场了 那你当然就可以享受到这个房租上涨的成果 但是如果你现在要进场 那你一进场你就必须要付这个高额的房贷 那也许不是那么好的时候 但是如果你是现金买家的话 那一样可以考虑进场 因为现金买家你的溢价空间大 你的溢价空间大 那你的你并没有那么高持有成本 如果你认为你的这笔钱放在房市 比你在其他地方更好的投资 那你还是可以考虑进场 但是像现在比如利率这么高 你也有可能同样一笔钱 你也要思考你是不是拿去存定存 拿去放在影响生利息 这笔利息就已经足够了 所以这个就是你要自己看你的物件 然后还有你有没有其他的投资的选项来思考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然后像出租房的话 我之前有讲过 我之前有讲过关于EPC 我本来就觉得说205年要达到C不太容易 那现在就是如果预期的取消了 所以这个对出租来说是好消息 对不然我家也住不了 我家好像到1的样子 对因为现在的规定标准是1 对那所以现在1以上就可以出租 但是本来说2025年要C才能出租 但是现在这个规定取消 因为我本来就觉得它不太可能达成 因为英国的老房子太多了 对真的真的很多 要解释一下什么是EPC吗 EPC就是能源分级 那A是最好 那然后E是目前的最低的租房标准 如果你是F或G的话 那你的房子就不能出租 那本来是规定说 就是本来一直有封 不是有封 那就是有立法规定说 到了2025年的时候 所有的房子能源要求都要满足C以上才能出租 换句话说就是现行的D跟E不能出租 但是从那条规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不太可信 那只是想要了解英国房是有些时候其实是可以认识朋友 或者是说更认识怡荣这个人 然后其实我会认识他也是因为朋友的朋友介绍 然后我一路从他可能就是我知道他很会看房子跟很会买房子 然后我常常就是问他非常多的问题 他以前都会就很无私的就告诉我们 因为说身边应该是所有身边买房的人都在问你问题 对的 真的几乎每个人 而且我也帮很多朋友 对 就是他们还没买之前我就去帮他们看 对然后还有什么呢 就是我自己的同事 就是我自己还有上班 我自己的同事有问题 我也是请他问怡荣 因为他有时候问我 我说你知不知道这个什么什么 我说我有个朋友知道 可是你知道中间传话难免会有一些miss掉的讯息 然后可是怡荣很好 他甚至就会还陪我同事去看房子 就在这附近的房子 然后我就很想知道说 其实你十年前就开始当房东 然后到现在开始当讲师 我会说顾问 或者开自己的咨询过程 你觉得这中间的契机是什么 为什么会让你促使你想要做这件事情 一个是我的A计划 我的书写了告一段落 因为我过去真的是 就是虽然我没有在Facebook讲 可是我真的花了很多力气在我的书上面 那所以就是到今年East回去跟我编辑讨论的时候 他说OK了 我们差不多已经ready要上市了 所以我就这一步告了一个段落 那再来就是我也买到房子了 我也买到房子了 然后还有就是说 就是第一个我有时间了 第一个因为我书那边处理完了 那然后再加上想一规 他已经在学校 就他已经上学了 那我现在就有更多时间 可是他上学之后我也发现一件事情就是 他的学校一年放假18周 其实学费是学费打水漂欸 学费这么贵 行走的爱马仕 然后还一天到晚放假 对 他们学校一年放假18周 也就是四个半月 那我如果要出去外面就是工作的时候 我去哪里找可以一年放假四个半月的工作 对没有这个工作 上班族就不要想了 对就是说你如果真的要配合说小朋友放假 你也跟着放假的话你是不太可能去外面找适合你的工作 因为对因为基本上全职工作不太可能让你放四个半月 那就算少一点放三个月也还是不太可能 不可能啊 不可能真的不可能 我看我同事他们的假都是全部都all in在小孩子的hapton跟暑假 对啊 因为对因为他们就是放中的那所以我就觉得说 你配着小孩长大的话 那我因为我十年前我就开始在出租房子了 那我就是不管从婚前到婚后 我一直都有我的被动收入 对那在这一块上面我就是觉得 就是就是觉得说我不需要 我也没有急迫的经济上的需求嘛 因为我一直都有收入 我自己独立的银行嘛 那所以我就觉得说那这一个这一条 就是投资房地产其实是一个蛮好的选项 因为你时间弹性 那你可以就是在想做的时候去做这件事情 所以我们大概是在一两年前那时候跟我先生 我们讨论过 就是说我书写完之后那是不是 我就全职来做房地产 我就全职来做房地产 那时候因为我们又买我们现在自作这间房子 那我同样的又买的明显低于市价 其实不少啦 那所以我们那时候也发现说 我是真的有天分去买到 就是我真的有能力去买到这个低于市价的房子 那基本上你只要买低于市价 你接下来你就是一定会至少赚到这个差价的部分嘛 那这个其实算是有时候比你上班族收入 没错你从房产赚就是赚的那个差额 可能很多时候会比你工作很多年的赚的薪水还要高 但是怡荣他其实除了跟你讲买房租房资讯以外 还有很大一块他非常了解装修 对了 装修然后怎么样可能选料用料然后公办 就他是可以一条龙服务 因为他买过很多的房子 那当然他有配合过的可能会计时团队什么的 所以他其实是可以做到一条龙的服务 所以就是这个部分的话我就觉得说 那我就就是想因为他已经上学 那我就是专行在房地产的部分 那然后他放假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陪他 我就可以陪着 我觉得这个才是陪着小孩长大 就是说你可以自己决定你什么时候要工作 但是我不是说买房子 就是你买了之后就完全没有事 没有 没有如果大家有看到社团之前做 后面事情才多了 对但是这个东西是你可以去弹性调整的 就是说你可以用自己的时间去就是说你可以有这个时间弹性去做 那所以我就所以我买了这间房子之后我就觉得说那因为我就这几年其实朋友都就是买房几乎都会问我 就我身边的蠻多朋友都陆续买房的嘛 对那然后有一些甚至是还没有买之前他们就会找我去看过那其实对那我也就是给他们建议那我就觉得说那那就是与其说只有就是给朋友建议那不如说让我可以就是当更多人的贵人 因为我其实买第一间房子的时候那时候也是有那时候我也是有刚好认识的一位就是房中业的朋友那我没有跟他买房但是就是他也给了我蛮多就是很建议的那所以我当初因为我贵人帮助所以我第一间房就买得很顺利那所以我现在就觉得说那我也可以当别人的贵人对我给我也可以当别人的贵人那我就是透过就是透过分享我的经验那去那去帮助别人在买房的路 层上也可以一样顺利所以这是我一开始的想法那其实你其实当房东当当房东当了十几年可是然后你现在其实十年然后你开始教也开始教课也有学生是真的有就是很多人来就是咨询了那你觉得当老师我会说当顾问跟当房东最大的差别是什么你心态上面我觉得上就是我后来发现是我还蛮喜欢上课跟讲话的对那我觉得 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觉得会让我觉得有成就感嗯第一次逼买房赚大钱还有成就感没有买房赚大钱还有成就感就是当你买好然后从一开始你一开始就是从茯玉里面找出那个珍珠的地方对因为一开始我买的房子我之前分享过嘛屋况并没有那种吸引人但是像现在就非常的对很漂亮对现在就非常的OK那然后所以 对这个部分我也非常有成就感那就是在教学生的部分我也觉得说因为我真的有帮助到他们就是说他们就是付学费来上课那基本上学费就是对我对我的知识的一个肯定对这个是有的知识是有价的对知识是有价的所以他们愿意付的潜在上课比如说他至少在这方面他是肯定我的知识那并且我教的他们就是我的学生就是都会有回馈吗 就是说他们真的有学到东西那也真的在他们的看房上面也用上了就说看到这他就想那我讲过这个是什么情形需要注意的那那个又是什么情形那然后还有说比如说看到房子为什么特别便宜的那他可能就会去分析说这间为什么特别便宜那这个东西可不可以买对就比较不会说一开始这其实就是一套工具对啊 因为他其实教我他其实教我就是一套工具怎么样去看房然后会更顺利因为其实我觉得看房子他其实真的太多美美美嘎嘎因为我之前我自己没有爱买房我之前是跟我同事一起去陪他看房我就觉得中间的学问真是太多了而且讲一句难听一点其实各路的人嘛都会有一些人是想要占你便宜或者是说可能我之前就遇过说可能他在他那个房中一直push他去买 那个房子可是他就觉得那个房子有墙壁有均裂然后可是房东那个房仲还是不停的push这时候如果你有一套很好的完整的知识系统的话你就可以自己去判断说这个房子其实是不能买的对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个课程一个蛮重要的点给你鱼吃不如浇米调物对那然后再加上因为我本身我是我是房东我是投资者所以我并不是从一个因为房仲他就是想卖你房子对 对或者是说正重要客观的第三方对我是从一个第三者的角度用我的过去的经验告诉你说我为什么觉得这间房可以买为什么觉得这间房不可以买那基本上你买不买其实那是你的独立决定都不会影响到我因为我并不是跟你抽拥金啦对所以我是从一个客观第三者的角度来来告诉你这些知识可不可以买那怎么分析 那因为买房子它本身是一个蛮大的决定啦对那你做的好或不好特别是你如果说你真的就是买到我们叫below market value就低市场价值的房子那基本上你买的当下大概你大概你的利润很有可能就已经超过你一年的迷行这是事实像我三月买的房子在现在这个市场现在这个房价是持平或者是稍微下跌的市场 它估计还是涨了三成对但那是因为我真的买的特别便宜的所以这个就是你会跟学生也一起讨论说怎么样去议价对不对讨论对当然这个这个都在课程的对而且因为我觉得就是比较厉害是因为他是从一个来来英国一个单身女子然后一路到结婚生小孩所以所有人该经历的他已经经历了譬如说你今天是要买学区房还是你只是 你是一个学生你想要一方样学然后或者是说你们是小夫妻的时候你们怎么样看房他其实都给你蛮好的建议所以他之前在帮我上课的时候他讲学区去房的时候我那时候没有很走进的在听啦可是我还是有听但是他就跟你分析说你要哪个学校你什么时候就要开始下手了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fox就是在只有那一间目前只有那一间是从前嘛对就是你不是买到那个学区不是买到学校隔壁就好了你还好 你还要抽到对你这一般人其实不太会透过网路上面的讯息可能也会有但是你就是变说你要自己去找就是他没有系统那其实你现在做这个顾问到现在你有没有比较印象深刻的学员或者是比较印象深刻的故事案例分享就是有一个有几个一个是说国宅对那国宅的部分的话所以我上次我有特地就是录了一集直播 就是讲国宅的部分因为其实我有遇到一些新闻的国宅嘛那国宅的部分是这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还有一个情形是说他其实是有去他想投资然后他其实是有去一些那种投资的投资的说明会但是投资的说明会的时候他并不会告诉你说你的印象产品有多少因为他就告诉你你投资我可能投报率是多少对投报率是多少但是他那种是 是比较有说带出带款的那像这个部分的话其实其实就是针对地区这个是投资房的部分我有请另外的资深的房东就是就是也是十多年在当地有经验的房东来分享那所以像这个部分的话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直接讲说这个投报率理论上这样没有错理论上保障你三年出去没有错但是可能三年五年之后东西都回来差不多了你就需要还了你就花多少钱那然后还有他的 中介费是多少对他的manage费是多少那所以七扣八户下来其实并没有想象中这么多钱对但是像这些东西你当然你去那些说明会他是不会告诉你的对但是你在我这边我就可以非常具体的告诉你说这些实际操作是什么样因为我们是就是是真的有实战经验的人下去做那然后对而且大部分说明会他们都会主推买新房对就是一用 他比较多的是跟你说你怎么样去买二手房可是其实英国的二手房你相对来相对新房来说就是其实会比较便宜算会比较便宜 便宜很多那然后但是我觉得就是二手房你要注意的事情也更对是的是的对所以就是这就是你之前帮别人看的案例那你现在这个学生里面可以稍微透露一下大概年龄层嘛就是什么样子的组合还是都有各行 因为我没有去问他们的年纪啊就是说我现在我觉得就是上课校最好的学生其实是就是你已经准备都是在英国啦都在英国那你已经准备要买房了或者你已经开始探房那你有问题那你来上课就是说如果说你可能人还在台湾因为我有接到一些咨询是说他们还在台湾那他们可能比如说两年之后才想要才想要这么早这么早就开始问我 就是说也有遇过就是说也有遇过就是家长帮小孩问的那就是说就是小孩可能两年之后才会来那像这种情况我就会建议就不建议那么早开始上课因为基本上上课你需要去实践啦那你如果说你没有但是你如果说你一边上课那一边准备看房或者是上完课你就去看房那我觉得这个是效果最好的时候而且在上课期间 我之所以没有用预录的课程而是用而是像这样子用live的话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子你在上课期间你有问题你随时可以你随时可以提出你随时可以跟我问那我觉得这个是课程最重要的地方就是你可以问我 而且因为买房蛮personal每个人遇到的事情会不太一样然后每个人需求其实也不太一样就是好比来说我买房绝对不会跟那种带小孩的人买房问的问题是一个问题所以其实这个就是如果你是go life的好处 对啊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提供那我觉得就是让因为你买房的确会遇到个人的问题所以你有地方问 对那你觉得当讲师除了就是你具备这些knowledge以外还有什么事情 就是如果之后还有更多人想要踏入讲师行业你现在开始已经摸着石头过河那你觉得要怎么样进来 其实还好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像这是一整个工作嘛那你有喜欢的部分有不喜欢的部分那像我觉得我就还蛮像讲的 对所以这是我喜欢的部分可是我不喜欢的部分啊比如说你设备 设备也还好可是你就是必须要做追踪啊比如说你必须追踪说这个学员是第几堂课 啊他的需求是什么然后你要追追踪你要寄email然后要寄连结说哎这个是上课论连结啊什么的 哦这是follow后面follow啊就那些行政程序我觉得蛮烦的可是你还是没错 我了解因为其实很多人开始要加入这个讲师行业我觉得which is good 因为知识本来就应该是要有价格然后可能我现在目前本人就在咨询顾问业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哎我明明就可以免费问问题 或者是上去google为什么我不要免费就好为什么要上课可是我觉得这就是我等一下开始分享说我上课的感想 其实你其实是用非常短的时间可能学到可能YL10年10年买房的经验然后你可能很就是用四堂课就很有效率跟很有系统的把它学下来 他其实他一开始跟我说他要找我当一号学生的时候我还想说你真的要找我吗因为我目前好像没有要去买房 但是我就基于朋友立场上好吧那我来跟你一起上课好了而且因为我工作非常忙然后其实我是偷偷的人员讲我是有点播出就是我下班时间去上课 那我先讲我整体上课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受益良多因为他就是非常有系统的整理好你从买房前期到你最后买房结束交屋甚至到你后面装修你所需要的一切知识他都帮你就是有系统有逻辑的告诉你你有时候可能你可能你去问朋友好了或上网去找资料 我可能就现在问一题然后跟我讲一下然后可能我下次再问下一题的时候我有出牢我就忘记我之前问了那个东西然后就要再一次就是这样拼拼凑凑凑可是这堂课就会让你一个有一个非常完整的图在你的脑海里你以后买房你需要注意什么然后其实我讲一个比较印象深刻就是我在没有上课之前我不知道说如果你想要买那个房子旁边有一种藤蔓 我忘记这个名字日本武藏日本武藏就是那个藤蔓的时候你的房子会无法贷款这个要是没有人跟我讲的话我真的也不会主动去Google说我房子旁边有什么植物我房子会贷不了款因为这个这个植物是会影响到房子对他会基本上他会他的根蛮有侵略性的那他当他深入的时候对所以你若你的邻居有你也最好对所以这个就是呢我 我印象一直蛮深刻就是当别人问我说为什么就是需要上房产课我说我就觉得很多隐藏的讯息是你可能没有深入研究你永远都不会想而且有时候你的问题是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什么对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什么是之为之之不知为不知就是真的是不知道然后就是那堂课以后我就开始觉得说嗯OK我现在非常我前面有认真听但那堂课以后我就更认真了我就觉得OK这是非常有有价之士即便我自己 短期间没有要买房子可是我可以让我身边的人知道然后怎么样有系统的就是去嗯购物然后有系统去贷款然后跟你在买房的前期你需要注意什么你需要找到哪一些人就是可能你要找会计师然后你要找嗯你的Solitary然后包括说你的资金要怎么进来对这有人有问题吗没有没关系就是你资金要怎么进来其实都是有很多 因为英国的房企钱其实是蛮就是蛮严格的所以你资金你资金怎么准备然后这些其实以容在课里面都有讲到然后这市场课下我就觉得是嗯干货满满然后我甚至可以运用到我陪我的同事看房子然后可能仲介在跟他讲什么的时候我会有那个Red Flag就我就嗯这个不行哦 我觉得这个仲介只是想要卖东西他没有真的呃把它当成说他要陪伴你买一个你的家因为其实在异乡族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那你可能会遇到仲介他是以一个商人的角度但我觉得一种比较多的是他会以一个mentor就导师的角度带你买这个房子对就是我上课心得吧我是好学生吗嗯对哈哈哈老师很心虚老师没有说我是好学生 但我觉得我应该我应该算是好学生我都有准时上准时上课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但这个我觉得这堂课很适合是你真的对房产没有什么概念的人可是如果你已经在房市打滚很多年的话就是你已经买了自己的自助房的话可以应用是不是还有那个对就是投资房就是说也无疑有的学生就是说是来跟我上投资房的部分就我现在课程有分就算是两个model一个就是自助房那就是刚刚 他上过的部分就是自助房那投资房那就是更紧接的部分对啊投资房的部分的话就牵涉到没有到很多数学但是有一些基本的数学因为基本上投资就是要看数字对对对我个人比较数字控啊也还好嘛就是会牵涉到一些数学那会告诉你说你要怎么去看这间房子怎么投资对那所以投资房的部分就会有比较主攻在那一部分因为投资跟自助你要考虑的东西又不太一样嘛对啊 那在伦敦买房跟在外地买房的差别呢伦敦是一个比较竞争的市场那伦敦的伦敦的外国买家多伦敦的现金买家也多嗯所以其实以现金买家来说的话你在外围买房你会有蛮大的优势但这个优势在伦敦无法提前可能还是有但是不一定因为总是会有比你更有实力的人捧着大笔的钞票去跟你说 你想要的房子这个是会有的因为因为英国它是一个英国没有限制外国买房就是你在贷款上的话贷款应该会有一些条件比如说你要有工作你要有收入或者是签证身份资格贷款才会贷给你但是如果你是现金来英国买房的话英国没有任何限制这是为什么会有非常多的人到伦敦买房这也是为什么伦敦蛮多市中心的房子蛮多市中心房子其实持有者都是外国 外国人或外国人我现在房东也是也是外国人香港人对嗯确实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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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那你因为你第一个房子是在南安普顿对我第一个房子在扫山普顿然后你是买在医院附近对不对那这个会就是你买在哪个区会影响你日后的租房吗嗯其实我那间房我当初是为了自助买的因为我我那时候我在念书嘛那我们实验是在医院嗯 我们实验是在医院所以我那时候就以自助walk and distance为条件去买啊后来买下来之后发现也非常好因为我没有缺过租客嗯因为医院有非常大量的员工而这些员工他们很多都是比如说签约呃三年受训或者说两年三年的受训嗯那受训期满之后他们未必会呆在同一间医院嗯所以他们未必有买房的需求对 但是他们需要有一个地方住两三年哦哦对这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思路跟签论对啊那像这些就是我就是我这这么多年房子经验的其中一个总结啦那当然就是我的投资访课程呢我就会把所有这些我怎么思考那我得到什么就是会在投资访课程里面做一个比较好的投资访课程里面做一个满完整的说明是这样OKOK就是我刚刚已经分享完我的心得那之后的课程的话会怎么样 这样子的安排我现在哦我有讲一下我如果说就是对房产有兴趣或有疑问的话都欢迎就是跟我预约跟我预约咨询那咨询之后就是如果说哎你适合上就是说你觉得你对我课程想要来上课那我也觉得你适合来上课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开始安排上课所以不是每个人都适合来上课不是因为有一些需求我比较没有办法比如说苏格兰的因为苏格兰的 就不一样对所以像我的话我就是英格兰英格兰那然后如果说你是以投资房来说的话那投资房就是会有几个我比较熟的城市嘛对所以大概是这样那当然就是说你如果是第一次买房的话大概英格兰的范围法会是一样都是可以用一样的方式去看OK所以大概这部分那然后但是我现在的就是因为我现在的学生已经就我现在已经我因为我12月要回台湾嘛我前面讲过 就是书就是我的书中要上市所以我12月除了我原本学生之外我不会再接新的学生对所以我现在可以上课时间其实是比较少的对我12月我当然原本学生我会负责但是我就是如果要排课的话我12月我是不会再排所以课程是一次四堂不一定四堂或八堂如果是投资加出租房的就是八堂对就是我那时候只上了四堂是自住我我没有上投资 对但是我比较主力的话就是就是课程课程那然后就是我会有一个就是你在你看我的那个咨询连结我会有一个咨询连结那你可以通过因为也有些人的问题比如说他之前买一些房大他只想来问一个问题的那透过这个免费的咨询就可以解决这个也有对也是有这样的就是说他可能只是想问一个问题不知道问谁那他就有咨询来问我那这样子你当然就不需要来上课那但是 咨询只有15到30分钟你若是买房的话当然不是15到30分钟就讲什么对没错有时候你跟朋友闲聊买房的话题都可以就是扯个一个下午所以不要期待说你15分钟到30分钟问个问题你就可以把房子买好还是就是还是要需要有系统的学习对所以就是就是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对就是看每一个需求那现场有没有大家有什么问题吗我们来看一下 我看到Carol有说就是买房资金来源很重要真的很重要对我要怎么看你要回到这里回到哪里这里你要你刚刚把它这里OK对Carol说的资金如何进来好重要真的很重要对因为英国它是有房息钱对它有那个anti-money laundry 所以说在资金的部分的话你是那但是这部分因人而应因为是看律师啦对看律师他必须有义务你的律师有义务证明你的资金来源是合法的对 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吗我们今天直播到尾身了 对 对